Hello 大家好 我是娜依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想给大家讲的是购房合同当中 关于contingency这一类的东西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mortgage contingency 贷款保护 inspection contingency 验房保护 都是什么样的内容 以及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 那如果你也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 就让我们开始吧 刚才视频的开头我们提到 这两个contingency是两个保护 那这样一听好像是蛮有注意的 也就是说它好像对于我们买家来说 是个很好的事情 可是在实操当中呢 有些时候还不是这样 那今天咱们就来讲这个事情 那咱们先说这个贷款保护吧 也是我们常常碰到的 因为只要你是买房子有贷款 我觉得这个是经纪人 以及你的律师会常常与你讨论的一个话题 就是我们要不要这个贷款保护 以及怎么样权衡这个利弊 是很多人需要值得去讨论的一个事情 尤其是在纽约的这种购房当中 有些时候要或者是不要 可能会影响你的dual structure 那今天我们就说啊 什么是贷款保护 听起来其实也还蛮简单的 就是你在买房子 如果你考虑贷款 那如果对方也就是买家在这个合同当中 给了你这个所谓的mortgage contingency 贷款保护的话呢 也就是说你这贷款如果贷不下来 对方要退你的订金 其实是一个蛮大的一个保护 可是还有一些后续的问题 首先在有些时候 在实际的这个竞价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遇到的是你贷款 另外一个现金买家 或者你贷款他也贷款 但是两个人的话 你要了贷款保护 这个人没要 其实有些时候对这个dual的话 会有影响呢 那首先就是说现金啊 现金的话 王道这是没办法 就真的是你在实际的这个购房当中 如果两个人都出一百万买房子 那我觉得对于大多数的卖家 除了有什么其他的特别情况 肯定是倾向于这个现金买家的 因为他可以更快的过户 省去了这个卖家持有房产的一个时间 那同时意味着可以帮他节省 当时过户 等待的这个过程当中 比如说两个月或者三个月 如果另外一个买家是贷款的话 等待的这三个月的时间 买家要持续的去支付他的地税 或者说如果是condo building coop这种 还要有这种物业费相关的 一些费用的支出 那有些时候 如果比如说现金买家一百万 那这个买家也是一百万的情况下呢 那有些时候其实一百万的这个offer 其实不到一百万 因为他不知不知还有三个月的 这种物业地税的钱吧 算下来就更低了 那现金就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一下子就有取舍了 那这种现金 咱有时候碰到的真的是没办法 除非咱们加价 那咱们愿不愿意加 或者说多按这个房子 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那我们就说同比你也贷款 他也贷款的情况下 另外的这个买家 他觉得我非常的confident 我觉得我贷款没问题 他就不要这个mortgage contingency 但是你还是要的 那这种情况呢 其实大多数的卖家 还是会选择这个不要contingency的买家 如果在价格和其他条件 差不多的情况下 其实就是因为 如果是我们不要这个mortgage contingency 卖家会觉得我更心安一点 那买家这边呢 你这边就是掉了个房子 可能你如果净价同样的价格 你就失去了这个房子 或者你要就是说真的是碰到现金一样的问题 就是我们可能得稍微加一点价 才能去抢到这个房子 那当然了 这个是有竞争的情况下 你的这种劣势 其实就有点凸显 就是没有办法 所以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下的时候 我们就真的是需要 律师经纪人internally的一起讨论讨论和这个买家 就是我们到底是 争房子更重要 这是我们主要的一个目标 因为有些时候千金难买心头好 而且尤其是当我们的买家 他的financial状况非常稳定 工作也非常好 你为了几个lender几个lender都说 这贷款没问题 那其实这种情况下 你这个mortgage contingency 你的要或者不要 它的风险其实就是根据你的情况 是可高可低的 如果这个风险已经是非常低了 那我们其实有些时候不要 为了中掉这个房子 也是可取的 那再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mortgage contingency 一般的情况下会有一个实现 毕竟不是说常常会发生 两个人或者三个人争抢同一个房子 那如果在没有人争抢的情况下 跟对方申请这个 contingency 有些时候卖家也是会愿意同意的 那就关注到了 就是刚才提到的时间问题 那有些时候如果他给你30天的 contingency 45天的 contingency 还是说60天 有些时候对于卖家来说 给的时间越长 风险就越高 那这个时候就遇到了说 到底我们争取多长时间为好 那有些时候呢 我会碰到说 我们就要多一点 比如说60天 那对方就觉得说 这时间有点久啊 我不想给 双方就僵在这 其实有些时候完全没必要 如果对方可以说谈一下 那我们说那能不能 比如50天 50天如果不行 我们能不能45天 而且呢 其实是这样 在实操的过程当中啊 45天 别看有些时候 觉得时间有点紧 但是呢 实操的过程完全没问题 为什么 就对方如果愿意给你45天 我们签约了 我们也合同签好了 我们往下走 对方等了你45天了 对吧 已经等了 已经动了 他也没有回头路了 然后最后就是 我们真的就是没批下来 但是可能也就两三天之后就批下来了 或者就是10天之内批下来 我们心里边有个谱 对于大多数卖家 在这个时候 他其实都会觉得说 没问题 那我就等吧 因为与其把这个房子重新放入市场 找买家 再可能碰到一个另外的买家 还是要走贷款这个流程 再要等一个月的时间 或者一个多月的时间 在那个时候 那个当下的话 其实买家都是那种 哎呀赶紧吧 这个买家如果能带下来 他比你还着急呢 所以他其实会愿意等待的 可是如果你一开始就说 哎我就是要60天 这个是个deal breaker 我要60天 对方也就说 哎60天有点久 别看就这几天 有些时候我们看 就真的是会砍在一个位置 双方都是僵着 那其实这个时候呢 我会觉得45天也没有问题 那当然了 就是说站在我们的角度上 或者说站在律师的角度上 合同写的是什么 我们就是什么 那就算 比如说这个买家后来 遇到了特别高的一个要价 或者是说 他就真的不愿意等我们了 那我们如果真的没劈下来 其实我们也没有损失什么 就是起码是说 从就是最开始 你这deal就就fall through了 还是说我们 给了自己额外的一个机会 说尝试了这45天 如果真的就是45天 真的也带不下来 或者说我们后来发现 真的自己哪个地方 比如说反来说不qualify 没有办法带他下来 其实也没什么可惜的 毕竟尝试了 所以如果你完全没尝试 那这个就是不好 那如果是尝试了 实在是不行 我觉得这个也还算可以理解 而且有些时候 卖家也愿意通融嘛 所以这个其实对于买家来说 和卖家来说 都是一个双方共赢的状况 而且有些时候45天 没准你30天就拿下来 那如果这样的话 岂不是大家都开心 对吧 那再来咱们就说一说 这个验房的保护 inspection contingency 那这件事情其实说 如果是在纽约的话呢 城里边这些房子 其实非常少见 就是咱也不用争 没必要 因为你也争不下来 对于大多数的房子来说 就是买condo coop这些可能都不会给你 inspection的这种 contingency 是因为这房子太小了 基本上也没那么大的风险 因为这个房子就是 你的水啊 你的电啊 这些东西都是大楼 统一供应的嘛 那如果屋子里面的 这些电器啊什么的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都是算是小价 而且有些时候就是 如果是二手房 那基本上就是 我们是sell as is 你验房的时候 这些东西 就是他会给你验房的 所以你验房的时候 就基本上你也就是 都能看一看 如果实在不行 哪个地方真的是未来 就是签了合同有问题了 可以让对方给你换信的 可以说给你一定的credit 这个其实都是小事情 所以其实在condo或coop当中 我们是很少拿到 这种contingency的 尤其是比如说新房子 那所有的东西都是新的 开发商这边 也会有一定的 这些保护条款在里面 比如说construction这边 基本上是一年 如果是applices这些 基本上现在所有的这些 我们常见的 德国进口的这些牌子 根据你的品类的不同 它基本上都有一年到十年之间的 一个保护的一个条款 也就是说维修 如果你这边什么东西坏了 它要么给你换 要么给你修 这些东西的话 都是在它的这个warranty里面的 所以就不太涉及到这个问题 但是呢 如果咱们买的是house 会建议大家就一定要关注说这个条款 当然了也同样存在多方净价 你为了拿到房子 不要这个条款 肯定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但是为什么我觉得在买这种house的时候 你这个inspection clause在里面会更加的有必要一点 就是说它的风险确实会有 且有的时候这个风险还不小 所以我觉得这个风险摊到这个买家身上的话 我们真的是要权衡权衡了 那首先就是有些时候我们会碰到 就是说如果我们要了这个inspection的contingency 我们有什么样的权利呢 就是一 如果这个房子在最后验房的时候 我们发现重大的问题 我们是有权利不买的 就一般的contingency里面会有相应的条款 我们可以不买 或者是说当我们查到了一些问题 比如说boiler有问题 那roof有问题 那就比如说对方之前跟我说 哎这个是全新的 后来发现亚人不适的话 一下子就是大头的一个支出 有些时候一万两万呢 打水漂就出去了 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真的就是要把这个保护条款放在里面的话 很有必要是我们真的发现了什么问题 我们不仅仅是说可以不买 或者如果我们还是喜欢这个房子 咱们可以要求对方给一定的赔偿 那这个credit相对来说 肯定是要比condo这些毛毛雨的小事情 就这个credit是可以争取的更多一点 几千块钱都是有可能的上万 也是有可能的具体看我们的这个内容 以及双方的一个协商的程度 worst case scenario 就是咱们就拜拜了 这个咱们timelone 我这个就不买了 这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条款的话对于买house来说就变得比较重要一点了 但是往往啊我们也知道 就是有些时候上长岛有些热门的地区 只个人抢一个房子 那这个时候你要这个条款 你就基本上out了 就没办法 这不是价钱的问题 因为这个有风险 然后卖家这边和买家这边都觉得说 这有点事会把这个事情延长一些 所以呢这个东西就是真的要权衡来看 那虽然它是个保护条款 但是有些时候在竞争deal的时候 它反而是一个biggest hurdle 是一个不太好的事情 我们就是要权衡一下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就差不多这样了 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贷款保护 以及叶方保护的一些相关内容 如果还有其他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们下一个地产视频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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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